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魅力》 这本书共264页,13万字左右 接下来呢,我会用大概30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如何通过练习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人 让别人都喜欢你,欣赏你 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事事顺利,战到先机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些人特别善于和人打交道 他很善于交朋友,同事们都喜欢他 愿意和他合作 别人搞不定的客户派他去 他和客户成了朋友 总不下来一个出国培训的机会 领导第一个想到的准是他 而你呢,平时兢兢业业 领导却对你没什么印象 与同事合作也经常遇到困难 为什么他们做什么事都特别顺利 而你特别费劲呢 这其中的区别就是 他们善于运用魅力 这是一种让人在职场 社交等人生各类场合下 都如鱼得水的能力 也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练习 掌握的能力 而本书非常清楚地告诉你 什么是魅力 如何获得魅力 如何运用魅力 本书的作者 奥利维亚·福克斯·卡巴恩 是一位专攻魅力培训的职业教练 他专门研究 什么是他人眼中的魅力行为 如何通过练习展现这些行为 他还曾多次在哈佛大学等知名学府 进行主题演讲 他把行为科学的研究 和培训案例的经验 都总结在了书中 形成一套非常简单易学的魅力培训法 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可以随时练习 灵活运用 下面呢 就请跟随我 深入了解以下知识点 第一 什么是魅力 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有魅力的人 第二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魅力的三个信号是什么 第三 如何释放魅力信号 第四 如何灵活运用魅力信号 形成多变的魅力风格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话题 什么是魅力 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有魅力的人呢 魅力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 我们常用魅力来形容某位明星 或者商界领袖 可到底什么是魅力啊 简单的说 魅力就是吸引人 让别人喜欢你 欣赏你 追随你的个人呈现能力 魅力具体可以拆解为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 让别人喜欢的能力 哪怕是陌生人第一次看见你 就觉得很亲切 愿意和你交朋友 第二 赢得他人尊重信任的能力 同时愿意和你合作 领导前辈愿意把最重要的项目交给你管 有新机会 第一个想到你 第三 被他人仰慕 渴望追随的能力 人们愿意为你效力 把你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 甚至模仿你的言谈举止 希望成为你这样的人 这三点 都是有魅力的表现 有人说 你说的这些 要求太高了呀 只有公众人物 比如说明星啊 商业领袖我才需要 确实 公众人物必须具有超高魅力 这样才能够获得大批粉丝和媒体的关注与好评 然而现代社会已经迈入了个人品牌时代 咱们普通人也需要魅力 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变成更好的自己 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呀 过去呢 社会流动慢 一个人一辈子也换不了几分工作 周围的同事朋友来来回回也就那么几个人 不熟也熟了 可现在呢 新机会特别多 跳槽概率越高 每次跳槽你都会遇到陌生的新同事 新领导 有魅力的人很快和新同事打成一片 获得领导的认可 职场发展机会就更多 阻力也更小 另外过去呢 我们都以在大公司工作为荣 别人是不是知道我 这不太重要 只要我的公司是世界500强就够了 而现在呢 很多人开始创业成为自由职业者 特别需要个人的魅力 像一些时尚博主 知识网红就是靠个人魅力 有一批忠实粉丝追随 年轻轻轻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即便不创业 业余做个斜杠青年赚点外快 善于运用个人的影响力 也能接到更多的活 收入也更高 总之 有了魅力 你更容易获得声望和他人的支持 拿到想要的结果 而没有魅力的人 就处于竞争烈士 即便有才干和努力 却不会恰当地展现 吸引别人 白白错失发展机遇 要么存在格很低 很容易被淘汰 要么只能独来独往 做孤胆英雄 比如 你是公司的老黄牛 每天来得比谁都早 走得比谁都晚 脏活累活没少干 唯独升职加薪和你无缘 再比如 你是公司的技术骨干 总能最快拿出技术方案 领导想提拔你带团队 攻坚大项目 可同事都说 你不听建议太高傲 一起讨论总吵架 领导就只能改派他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 魅力呢 不只是社交能力 还是用人生各类角色和场景 教学 家庭 采访 化解冲突 公众演讲 社会公益等等 一位有魅力的家庭老师 能让孩子乖乖听话 一位有魅力的调解员 能够更快地平息愤怒和争执 一位有魅力的记者 更容易得到答案 除了社交场合 任何需要影响他人的时候 都可以运用魅力 有魅力不等于讨好所有人 只需要在特定场合 获得特定对象的认可和支持 它不是绝对的有或无 而是从做好一个场合 到灵活应对各种场合 有少到多积累的过程 那么要怎么才能获得魅力呢 这就要先弄明白 人们如何判断一个人 是否有魅力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话题 行为科学的研究表明 人们判断魅力 不是靠含糊不清的第六感 也不在于对方说什么话 而是捕捉特定的信号 这些信号 藏在大量非语言行为当中 主要有三类 专注力量和温情 只要在行为举止当中 展现出这三类信号 别人就会觉得你有魅力 下面呢 我们来解释以下这些信号的含义 第一 展现出专注的行为 就是和别人互动时 要与对方同在 全身心地关注对方 认真听对方说的话 并做出回应 人们对别人是否关注自己 非常的敏感 通过眼神 面部表情 回应的速度动作 我们瞬间就能察觉 对方是专注 还是走神了 如果对方关注我们 我们会感到被理解 尊重 就会支持 喜欢对方 反之 我们就会觉得 受到了怠慢 会讨厌疏远对方 专注不在于 你和别人待多久 靠多见 而在于你对别人 有多投入 多尊重 有的人总抱怨老板 不重用自己 却没注意自己 对老板的态度 开会玩手机 看电脑 和老板谈话 心不在焉 表面上在点头 实际上他说什么 根本就没听 这等于直接告诉老板 我呀 不在乎你 也不靠谱 你说这样 他还能把机会给你吗 第二点 就是展现出力量的行为 力量体现了掌握资源 控制资源的能力 我们一般通过社会地位 工作专业能力 衣服的档次 挺拔的身姿 这些外在可见的指标 来判断 比如企业高管 知名大学教授 甚至开豪车 穿名牌 都是有力量的象征 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面 掌握更多资源的人 更容易活下去 人们本能的希望追随 有力量的人 相信他的话 愿意为他效力 我们会寻找 这个人身上的 各种蛛丝马迹 来判断他有多强大 然后看人下菜碟 成语前句后功 就反映了这种心理 战国时苏琴落魄 穿得破破烂了回家 妻子装没看见他 连口热水都没给他喝 后来苏琴成为六国宰相 荣归故里 家里人看见他都毕恭毕敬 大气都不敢出 苏琴就问家里人 为何前聚而后宫啊 家里人倒也实在 说 你现在呀 是大人物了呀 因为我们主要从外在表现 来判断力量 所以力量信号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伪装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 佛要金装 人要衣装 就是说 外在形象要好 别人就以为你很厉害 那你说了 我就是爱穷琐 办不了高富帅 没关系 自信的表情和体态 也能很好地展现力量 第三点 展现出温情的行为 温情就是对他人表达出善意 愿意帮助别人 有同理心 想想你大位的同事 如果有人经常无私地帮助别人 是不是大家都特别喜欢他呢 孟子他老人家说呀 爱人者 人恒爱之 就是这个道理 当碰到一个人的时候 人们会判断他的力量 同时也会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有温情 嗯 或者换个说法 是不是好相处 我们能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 这三类行为呢 就是最显著的魅力信号 需要注意的是 温情和力量这两种信号 需要配合使用 可以有侧重 但不能太极端 否则过犹不及 比如 只展示力量没有温情 会让人觉得自大冷漠 而如果只有温情没有力量 会被看作是老好人 喜欢讨好别人 以上就是第二个话题要点 我们来总结一下 人们通过非语言行为来判断魅力 专注力量和温情 是传达魅力的三个最明显的信号 那既然魅力有明确的行为标识 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练习了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第三个话题 如何释放魅力信号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展现专注力量和温情的时候 只不过没有掌握足够的技巧 又或者被突发状况影响了发挥 别人没接收到这些魅力信号 魅力呢 是一种由内而外自然生发的状态 内在心态是基础 下面呢 我们将从内在心态和外在肢体语言两个方面 介绍多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练习的技巧 让你学会向他人传达魅力信号 在内在层面 锻炼身心舒展 自信从容的魅力心态 比如说 你马上要和一个重要的客户开会 会议会顺利吗 客户会不会刁难我 如果结果不理想 我该怎么和领导解释啊 这些问题萦绕在你心头 你紧张的汗都出来了 一些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回答好 这就是心态没有准备好 作者总结了影响魅力的坏心态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焦虑 自我怀疑和自责 我们可以通过练习来避免 刚才说的与客户开会的例子 就是焦虑的表现 焦虑呢 是大脑对不确定情况的一种反应 人们害怕不确定的事 因为不确定意味着风险 对于焦虑 解决办法很简单 就是通过想象转嫁责任 闭上眼睛 想象你对面有一个比你强大得多的人 你崇拜的某一个人 甚至是老天爷也可以 把你身上不确定的事情 一件件都放到他肩上 比如 客户会刁难我吗 演讲会顺利吗 期末考试孩子能考好吗 这些不安都由这位大人物为你承担了 想象过程一定要有转移的画面感 没转移一件事 心里就轻松一分 责任转移是一个冥想的练习 它不能代替我们解决问题 但是却能缓解不确定感 让你卸下重担 思考需要做什么 而不是被焦虑 折磨的什么也思考不了 第二个坏心态就是 自我怀疑 就是你不相信自己有实力 能够完成一项工作 哎呀 这么重要的采访 我肯定会搞砸 还是让别人去吧 不用害羞 很多人都经常自我怀疑 因为我们的大脑 更容易接收到负面信息 并耿耿于怀 而对正面信息选择性忽略 还记得那个问题吗 我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甭管你先听哪一个 恐怕记住的啊 都是坏消息 那要解决自我怀疑呢 可以用重塑现实的技能 简单的说就是 把事往好了想 管它是不是真的这样 比如明天你要和投资人见面 而之前的会面都不太理想 你特别的害怕 你可以这样重塑现实 之前的投资人都不专业 这次肯定不一样 投资人抢着给我投钱 明年公司成为独角兽 到时候我要和那些 看不起我的人说 昨天你对我爱搭不理 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那为了效果更真实呢 你可以把想象都写在纸上 有人会说了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对的 重塑现实就是一种 正向的自欺欺人 骗过大脑 获得更好的心理状态 不被困难吓到 第三个坏心态就是 自责 自责也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给自己设定了各种目标 如果没有达到就会自责 自责能解决问题吗 那肯定不行 自责过度的人会讨厌自己 你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怎么能让别人喜欢你呢 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学会自我同情 自我同情就是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困难当中 理解自己暂时没有办法解决 不要一直批评自己 好像犯了明天大罪一样 还记得那个帮你扛去责任的大人物吗 想象着 他在你的面前 充满关爱的看着你 原谅你的所有过错 他能接受你的不完美的状态 当把所有内疚感清空以后 你就又满血复活了 可以接受新的挑战 注意啊 自我同情 不是对自己的过错毫不在意 或者归咎于外界 它只是让我们把精力放到改正错误上 以上呢 我们讲了如何克服焦虑 自我怀疑和自责的妙招 为展现你的魅力 打好了心理基础 那下面我们看看 增添魅力的几种肢体语言 在外在层面 练习握手 眼神 聆听 姿态 为魅力加分 我们先来看握手的练习 有人认为 难道还有人不会握手吗 或许是啊 因为太普遍了 很多人的握手姿势啊 都是错误的 自己还不知道 握手是有讲究的 不能太软弱无力 好像几天没有吃饭 也不能力气太大了 双手一起死抱着不放 简直能把对方的手给捏碎了 还有最不礼貌的 自己手背向上 把对方的手压在下面 好像对方是你的臣民 好的握手呢 是这样的 头部要正对着对方 别向左右歪 要面带微笑 伸出手的时候 大拇指和食指之间 也就是俗称虎口的位置 尽量的敞开 与对方的手接触的时候 每一个手指都包住对方的手 用肘部轻轻晃动手臂 力度要和对方差不多 有人肯定要说了 一个握手就这么麻烦 可不 坏的握手啊 会毁掉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而麻烦一点 不会吃亏 第二就是 眼神的练习 眼神的交流 对魅力至关重要 你有没有说话的时候 不看着对方的毛病啊 或者是 时不时的眼神流浩 去看身边的其他人呢 换三的眼神啊 说明你缺乏专重的能力 也不够有力 没有一位领导人的眼神 是空洞无神的 那么 说话的时候 就死死盯着对方呗 这样呢 好像警察在审犯上 力量是够了 又显得你不够温暖 有魅力的眼神 应该是聚焦 而又柔和的 不多多逼人 多体会一下眼神的变化 可以找到这种感觉 心情对于眼神的影响很大 你闭上眼睛 脑海当中 想象着一件 特别烦人的事情 你非常焦虑 非常生气 然后睁开你的眼睛 看看眼睛什么样子 第二次呢 再闭上眼睛 想象一件让你特别兴奋 特别开心的事情 比如你加薪了 再睁开眼睛 这一次你的眼神 肯定和之前不一样 多练几次 找到让你神采奕奕 对他人关注 但又温柔的眼神 第三就是聆听的联系 聆听呢 是体现专注和温情的秘密武器 我们都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懂得很多 往往不仔细听别人说了什么 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不良习惯 比如说和别人交谈的时候 三心二意 一边打电脑 一边回应 喜欢强化 常常打断别人发表意见 还以为自己脑子转得快呢 还有表面上在听别人说话 实际上啊 心里希望人家快点说完 赶紧轮到自己说 那魅力大师 都是怎么聆听的呢 秘诀非常简单 在任何对话的时候 你都可以练习啊 第一 不要打断别人 第二 说话之前停顿两秒 不论你多着急 或者多么兴奋 都要控制住自己 等别人说完话 不要插嘴 对方说完以后 你先停顿一到两秒再开口 这一到两秒做什么呢 好好利用你的面部表情 表示出你在体会理解对方的话 这一段话对你特别有意义 别小看这两秒啊 你给对方的感受会完全不同 最后 我们来看看肢体语言的练习 肢体语言包括手 脚和全身的整体姿态 动作的幅度等 是一种非语言沟通形式 虽然我们日常主要靠语言来沟通 但肢体语言对沟通对象的影响 比语言还大 当这两者传达的信息不一样的时候 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肢体语言 有点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的意味 那如何通过肢体语言展现魅力呢 你只需要经常做这两个练习 模仿和占据空间 先说这模仿练习吧 这个技巧能获得别人的喜爱 模仿别人的动作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 一对共同生活多年的夫妻 有夫妻像就是因为相互模仿 反过来 如果一个人的动作和我们非常类似 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同类 而倍感亲切 基于这个原理呢 如果我们在交流时 有意模仿对方的肢体语言 就会让对方感到说服 促进双方的深度交流 比如 对方习惯快速地说话 并且在兴奋的时候 经常挥舞着手臂 那你也可以如法炮制 加快语速挥舞手臂 可能有人会问 那如果被对方察觉了 该多尴尬呀 我们当然不是让你像照镜子一样 紧跟着对方的动作模仿 真那样要求 恐怕谁也做不到 我们可以选择性地模仿 挑选一些自己能够接受的动作 再比对方慢一分钟去做 这样就非常自然了 再来说 占据空间的联系 有的人不太喜欢社交场合 参加聚会的时候 总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 恨不得变成透明人 很不幸 这只会让你在别人眼里 无足轻重 因为你的肢体语言 泄露了你的秘密 一旦养成缩手缩脚的习惯 很容易被人轻视 留下能力不足的一项 在重要会面之前 你可以多练习占据空间 这个技巧能让你保持挺胸抬头 像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出场那样 气场强大 首先呢 双脚分开 稳稳地站在地上 不要抖腿 不要左右摇晃 然后双手上举 尽量够到天花板 再努力伸向两侧 想象着你整个人都变大好几倍 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出去 直至以后呢 你就不会再被别人当作透明人了 模仿和占据空间 都是肢体语言的练习 但目的不一样 应用的场合不一样 模仿可以拉近你和沟通方的距离 适合需要展示温情深度交流的场合 而占据空间是展现力量与权威的时候 适合需要说服对方 让对方相信跟随你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场合的需要来选择使用哪种方法 那以上就是第三个话题要点 我们介绍了释放魅力信号的几个技巧 总结一下 魅力呢 是由内而外散发的 内在层面 我们介绍了如何处理焦虑 做怀疑和自责 为展现魅力打好基础 在外在层面 我们介绍了五种练习方法 分别是如何握手 魅力眼神 聆听练习 模仿他人和占据空间 这些练习有助于展示专注 温情和力量的魅力信号 那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话题 灵活运用魅力信号 形成多变的魅力风格 如果说魅力信号是单个武功招数 那魅力风格就是连接招数的组合拳法 招数是死的 人是活的 活用组合拳法 你才能在不同的场合 释放出不同风格的魅力 得到不同对象的支持 组合拳的好处是 第一 根据自身性格 长处选择适合的风格 而不必强迫自己变成别人 第二呢 生活场景总是在变 不同的场景变换招式 才能有地方使 否则 该强势的时候你温暖 该温暖的时候你强势 岂不是抱着柴火去救火吗 那下面呢 进一步来看一看 最常用的四种魅力风格 以及如何灵活运用魅力风格 第一种 专注型魅力风格 许多技术公司的CEO 属于专注型魅力的代表 这类公司崇尚专业 极致平等的工作氛围 CEO在与公司的工程师交流的时候 体现出完全的尊重 非常认真 受到大家的拥戴 如果你性格严谨 不喜欢夸夸其谈 甚至有点内向 可以优先发展专注型魅力 在工作场合使用 尤其是顾问 律师等专业人士 经常需要探讨 专业内容时 专注型魅力 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种 远见型魅力风格 或许 你已经猜到了 乔布斯和马云 是远见型魅力的代表 远见型魅力人物 对自己的梦想 超级坚定 特别善于演讲 不论现状有多么困难 他都能描绘出美好的未来 和实现目标的途径 他对人要求高 近乎苛刻 身边一起工作的人 未必处处喜欢他 但是却愿意追随他 为什么远见型魅力 有这样的魔力呢 因为在不确定的世界 人们更愿意追随 意志坚定 目标明确的人 如果你是一位创业者 学习用远见型魅力 画一个漂亮的大饼吧 第三类 亲善型魅力风格 亲善型魅力人物 对他人表现出 无条件的认可和关心 哪怕只是第一次见面 大家却觉得他如此亲切 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说 如果你没有响亮的头衔 也不善于给未来画大饼 那么多运用亲善魅力 也能让你拥有好人缘 第四类 权威型魅力风格 权威型魅力来自力量的展示 身居高位的领导人 军人 医生等专业人士 适合运用权威型魅力 如果你在危急时刻 需要力挽狂澜 或者需要获得有挑战的工作机会 就要多释放力量信号 展示强硬果决的一面 高档次的服装能展现力量 如果你对着装非常讲究 权威型魅力就特别适合你 灵活运用魅力风格 我们要注意以下四点 一 自己的个性 二 互动的目标 三 互动的环境特点 四 魅力的负面影响 首先 要了解自己的个性 不要强迫自己 马上去挑战 不适合的魅力风格 比如 你天生嗓音 红亮似张飞 就很难扮演 心思缜命的诸葛亮 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部分的力量 和温情元素 你要做的是 挖掘自己的优势 先从自己擅长的风格切入 发挥到极致 再慢慢地调整劣势 其次 满足正确的互动目标 场合不同 目标不同 你是想拉家长 还是想吃散伙饭 是想领导一个团队 还是与同事沟通专业的问题呢 你要正确地界定目标 选一种最容易达成目标的风格 而不是你最喜欢的风格 比如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位 一讨论就吵架的技术骨干 如果他在讨论的时候 把目标定位为 让同事感到被尊重 愿意献计献策 那就多用专注魅力 温暖魅力 同事就肯定愿意 他来带项目 而他把目标定位为 尽快通过自己的方案 错误地用吵架 展现力量 难怪同事觉得他霸道 再次评估所处环境的氛围和文化 当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时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和你交谈的人处于什么情绪 他们是想要孙悟空速战速决 打跑妖怪 还是来一个唐僧听他们诉苦 这个地区的文化 是比较欣赏有主见 敢想敢干的人 还是谦虚内敛 听取各方意见的人 你要使用与场景相符的魅力风格 那如果对场景目标和氛围误判 那魅力就没有效果 甚至其反作用 最后呢 避免魅力的负面影响 这点你或许没有想到 魅力太多也不是好事 处处都要强 可能会遭到其他人的妒忌 也给自己带来过高压力 魅力是用于特定场景的需要 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 哪怕再红的明星 也有人崇拜 有人反感 因此 在展现能力的同时 别忘记释放温暖的信号 把工作成绩归功于周围的伙伴 适当展示自己和大家一样 有脆弱的一面 都可以削弱负面影响 让更多的人喜欢你 总之 魅力呢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招数 你不能用一种魅力打动所有的人 要根据个性 目标 情景的不同 而灵活变化 那为了更清楚地说明 如何在不同情景 灵活运用魅力 下面举三个常见场景作为示例 场景一 社交场合 晚上你需要参加一个同行聚会 与会者你大都不认识 而你希望在会上交更多朋友 首先在穿着上和大家保持一致 不要谈另类 看起来要像自己人 遇到一个社交对象之后 先用握手技巧 给对方留下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 再用开放性问题打破沉默 把大家带到讲故事的模式当中 持续互动 比如你可以说 听说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里面有个案例特别有趣 能给我说什么 在交流过程当中 运用聆听模仿的技巧 展现专注与亲善 拉近双方关系 最后呢 谈话告一段落 你要离开 别直接说再见 要给对方留下点什么在推厂 你可以推荐一本书 一个网站 邀请对方参加某个会议 或者给他介绍个新朋友 这些都是优雅的立场方式 你刚被提升到总监岗位 首次对新团队做演讲 希望大家信服你的领导 首先在姿态上 占据更大的空间 展现力量与自信 在演讲时 要与每个人直接眼神交流 看着一个人 停留一两秒 再换另一个 这样每个人都会觉得 你专注而温暖 不要追求说得快 而要根据演讲内容的需要 调整你的情绪 时而微笑 时而坚定 在陈述观点时 要体现专业权威 必要时停顿一下 让听众有消化理解的时间 最后呢 演讲结束 等掌声结束再离开 不要急匆匆地下台 好像你配不上大家的夸奖 如此 整个演讲你都收放自如 团队从你演讲的状态 就能判断出 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管理者 场景三 传达坏消息 我们有时必须要传达 让人不舒服的坏消息 比如你捅了娄子 要道歉 或者你要批评对方的错误 这真的让人很头疼 那如何有魅力地传达坏消息 而不让对方记恨你呢 首先 你要挑个对方舒适的环境 别在对方疲惫不堪的时候 说坏消息 如果你要批评对方 以积极的方式开始 使用专注与温暖魅力 让对方感到你是为了他着想 避免过多关注对方的错误 而要用远见型魅力 描绘改进之后美好的未来 让对方在希望当中结束对话 反过来 如果犯错的是你 在道歉时 要让对方感到你很后悔 别光顾着自己说 要专注地倾听对方的意见和抱怨 千万别用权威去反驳对方 这样只会火上浇油 其实这坏消息 有时更能促进深入交流 只要处理得到 反而会加深你们的关系 好了 以上就是如何在不同场景 灵活运用魅力 说到这儿 今天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呢 来简单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 我们说到了什么是魅力 我们为什么要有魅力 魅力是让别人喜欢你 欣赏你 追随你的个人呈现能力 现代社会 已经迈入个人品牌时代 普通人也需要魅力 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否则就会孤立无援 极容易吃亏 魅力不只是社交能力 它适用于人生的各类角色和场景 任何需要影响他人时 都可以运用 魅力无需满足所有人 而要在特定场合 获得认可和支持 我们可以由少到多 逐渐提升运用魅力的能力 从只能应对个别场合 到灵活掌控各类场合 其次 我们说到了如何获得魅力 魅力不是上帝赐给某些幸运儿的礼物 而是有规律可循 人人都能练习掌握的行为模式 这些行为模式表现为三个信号 专注力量与温情 通过培养内在心态 调整肢体语言 我们能熟练地释放这些魅力信号 并为他人眼中的魅力人士 最后呢 我们说到了如何因地制宜运用魅力 如果说魅力信号是单个武功招数 那么魅力风格就是连接招数的组合拳法 常见的魅力风格有 专注型 远见型 亲善型 权威型 在运用魅力时 要根据自己的性格 场合和目的 灵活变化 组合运用 并且要注意抵消魅力的负面影响 我们如此重视魅力的培养 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技巧 让我们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更因为练习魅力的过程 是一场面向自我的修行 专注力量与温暖 不仅是外在的投射 更是自我对话 自我赋能的过程 专注于自身的人生目标 相信自己的能力 哪怕面对挫折 也能自我疗伤 乐观地走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魅力人生 好 魅力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下一本好书与你再会